阿纳德学派是一群历史学家 与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发展的强调长期社会历史的史学风格有关 他以学术期刊《经济史》命名 该期刊与许多书籍和专注一起 仍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资讯来源 该学派在强调社会和经济主题 而不是政治或外交主题方面 对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史学主题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在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方面 阿纳德学派如何影响欧洲和拉丁美洲社会史的发展 阿纳德学派法语发音 阿纳德学派是一群历史学家 与法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发展的强调长期社会历史的史学风格有关 他以学术期刊《经济史》命名 该期刊与许多书籍和专注一起 仍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资讯来源 阿纳德学派如何影响法国社会史的发展 阿纳德学派法语发音 Nanel是一群历史学家 与法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发展的强调长期社会历史的史学风格有关 他以学术期刊《经济史》命名 该期刊与许多书籍和专注一起 仍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资讯来源 阿纳德学派如何影响美国和英国社会史的发展 阿纳德学派法语发音 Nanel是一群历史学家 与法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发展的强调长期社会历史的史学风格有关 他以学术期刊《经济史》命名 该期刊与许多书籍和专注一起 仍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资讯来源 阿纳德学派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 阿纳德学派法语发音 Nanel是一群历史学家 与法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发展的强调长期社会历史的史学风格有关 他以学术期刊《经济史》命名 该期刊与许多书籍和专注一起 仍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资讯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